嗨 聽得到嗎 開一下 比較大聲一點 微微微微微微 這個音量應該是OK的 嗨 有聽到的話就說聲嗨吧 然後今天我們就是 其實算是想要延續上一次的那個便條紙 那因為在接下來這段時間我需要準備課程 那我其實蠻害怕說就是時間會不太夠的 因為畢竟好像大概8月12號就要做第一波的上限 所以說實在其實這樣蠻慌的啦 就是直播通常是原本是想說都會耗掉一整天在準備 然後有時候會當作自己研究新的技術的一個 算是契機吧 比如說用到D3然後就去看一些D3的文件 然後來做一些有趣的遊戲 對啊 然後有聽到的話就說聲嗨吧 讓我知道你進來了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就 就再跟我說就是 欸 今天人比較少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說 等一下我把聲音關掉 有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說這種直播 其實直播它的特性比較像是能夠讓人就是做即時性的互動 所以呢比如說你突然有問題啊 或是想要聊聊天想要講講話的時候 或甚至你當廣播電台用的時候 其實直播都不錯 然後它有另一個可能我覺得比較好有趣的點是 你可以把自己的聲音留下來 就是 呃 就你可以在當下讓別人聽到自己的聲音 但是 這個東西不會有紀錄 就是 這個東西過去就是過去了 所以 我覺得直播 呃 沒有留存下來的可能才會比較讓人珍惜一點 不然這一次這幾次準備下來其實會有一種 就默默的 默默的無力感是 就每個直播可能都花了大概一整天來準備 但是 其實效果沒有說很好 就是會有種 嗯 我就看YouTube的 的 流存影片就好了這種感覺 對啊 所以想說 想說就剛開始來聊聊天 然後現在 呃 10點 我們大概10點05開始啦 然後 我就大概說一下主要的想法 因為 呃 我在接下來這段時間大概到 8月中 應該就沒有辦法在 就是 不會這麼規律的在週四直播 然後也不一定會 就是可能直播會做某種轉型 那 這樣子的轉型是 我覺得是必要的啦 因為 現在的直播就到後期 就這幾次 我覺得弄起來就比較像是 好像 它只是一個 實時的影片 你可以看到我在講話 那你可以透過留言 大概delay個20秒 然後 好像可以問一些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形式 還不如把這樣子的經歷放到 線上課程裡面感覺會比較容易吸收 而且我還可以做講義 還可以做投影片之類的 對啊 所以 我在接下來會認真來做課程這個部分 那上一次的話 想說就 就這次就輕鬆一點吧 那我們就是 來改上一次的範例是這樣 這樣子 欸 大家都在亂玩範例了 等一下 不要一直刪別人的便利貼 就上一次的範例 我們製作了一個便利貼 也就是 等一下 我在它還沒有刪掉之前 我們 開上一次做的 就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 便利貼這個東西 我們之前在OpenCart裡面 在做創意發想的時候其實蠻常用的 那它就是 有點像關鍵字紀錄的感覺 那有很多便利貼在牆上 你會覺得 就是 它的方法好像就是 不管你想到什麼 就是寫下來 就是不要猶豫 所以有越多的元素 當你寫完之後 就貼滿整張便利貼 你就可以去做串聯啊 組合啊 所以會比原本那種 開會的方式更有效率 那我們上次做的是個便利貼 我們只做到就是 可以推便利貼的部分 然後也許可以換個顏色 然後可以改文字 那文字是動態的大小 每周四都很期待喔 對 但是 就是 你不覺得 每周四也要越少人了嗎 好像是 沒關係 我堅強的心不會受傷 但是我覺得 城市直播有它的難處啦 因為畢竟 你要一個人在晚上 九點的黃金時段 捨棄連續劇 捨棄好玩的東西 然後 盯著你打城市 然後 講很多可怕的術語 這件事情其實還蠻 蠻虐待人的 所以我覺得像 我自己有 就之前其實我 有觀察它有幾個 城市直播都在做 像是 以前 有一個livecoding.dw 就它好像 它是在我 好像是 就大概我開始之後的 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就開始做一些 相關的城市直播 然後它可能也在 探索轉型 比如說 有些unity相關的直播啊 之類的 然後 還有另一個是 那個卡斯伯 卡斯伯我記得好像是 王志成嗎 好像就是 六角學院的講師啊 然後 他最近也都在講react 但是我覺得就是這種 教學型的內容在FB上 實在是真的不太吃傷啦 因為 大不會那麼認真聽你講話 然後 就像現在這個時刻 可能你也是掛著 就是 直播的影片 然後就 有點像聽廣播一樣 聽別人講話 對啊 週末或半夜看 喔 等一下 等等人就進來了 喔 所以你是先follow live coding 喔 真的啊 所以他 他後期都會轉貼我的 對 影片我覺得很感動 不過就是 嗯 我覺得 大家可能平常都忙 我自己平常也忙 然後 所以我們可能 再看看有什麼樣的形式 他是比較吸引人的 或是比較重點性的講 比如說 我今天要解決一個特定的問題 比如5到10分鐘 解決一個特定的問題 這種直播影片 我覺得就還算蠻不錯的 可以玩 然後呢 我看一下喔 有啊 卡斯伯今天有直播 卡斯伯每個禮拜四都直播 然後他直播時間 就挑在 8點 我還是8點半 我忘記了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所有的便利貼 這個便利貼就是 你現在在畫面上看到 誰按那麼多個便利貼 停 停 等一下 等一下 就是 我們等一下做的案例 我是想要把 上一次做的便利貼 串到google這裡面來 我先把它刪掉 這樣子 所有便利貼就會晴空 這是大絕招 所以不要亂學 所以 等一下喔 我先刪 這樣我才能做demo 好 ok 那 其實google這個 這個資料平台 我覺得蠻方便的啦 未來後端 可能都會走向這種路線 就是 它算是 no seql no seql就是你不會用一些 特殊的資料查詢語法 比如說 select all members 你要從會員的資料庫 選擇所有的會員出來 它就是一張樹狀圖 然後把所有東西塞進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根據這裡的資料 我其實把它串起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便利貼 貼在移動的時候 你現在如果打開網頁 你現在移動上面的畫面 它那個便利貼就會跟著移動 所以你看我現在手完全沒有碰的情況下 其實你可以看到別人的移動 然後你還可以去改文字跟別人溝通 我自己自己對這種就是 類似即時的應用都很有興趣 那像是 不要再按便利貼了 天啊 對 大家非常的 大家非常的 慌亂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教一件事情 是怎麼樣去防範大家 狂按新增便利貼這個 所以大家就 慢慢期待吧 好我們就一邊開始講 OK 雖然進度有點慢啦 那我們這一次的話 因為是便利貼嘛 我們就從上一個 上一個進度開始 那上個進度如果你想要參考的話 我把它貼在 老闆直播的留言下面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找到它 好把它貼在下面 那上一次的進度就是做到 剛剛說的拖曳跟改顏色 換字嘛 那我們這一次就直接按Fork Fork的意思就是 我複製一份這個檔案 所以我改這個的時候 就有點像複製檔案一樣啦 你就改新的檔案的時候 就不會動到舊的進度 所以我自己在改一些 比如說實驗性的東西的時候 也會這樣子Fork出來改 就不會動到原本的東西 好 那這樣子Fork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一次 我有列幾個問題 就希望來解決 就我自己在想便利貼的時候 首先是上一次其實我們做的 還蠻沒有 蠻不人性化的 因為色彩啊文字都在右邊 但是實際上我要就是 我的便利貼是在左邊 所以兩個是有點分開的 那接下來是我在點這個文字的時候 它會跳開 那為什麼會跳開 因為我們在做便利貼的拖曳的時候 大家上一次我們有記得 一拖下去 我們會記錄它滑鼠點擊 跟這個便利貼左上角的距離 但是這個距離如果你是點裡面的東西 它那個元素 也就是它的認定那個被點的東西 會變成這個文字 所以你點這個是啊 它左上角點是這個地方 那它這樣子點下去 它就會變成跳到 離整個便利貼左上角點這個位置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還要做一些 我們可以直接做CSS的調整 不過我就大概講一下 今天我們要解決什麼 第一個是我們要解決剛剛所說的 拖曳文字的干擾 接下來是加入Transition 所以呢 在我們在 比如說新增或移除便利貼的時候 新增或移除便利貼 大家是不是把它玩壞了 大家對它好一點好嗎 就是 它至少也是一個 火生生血淋淋的範例 你可以看到人性的黑暗面 好 就是當我們在新增或移除便利貼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 它是從中間那個Scale跑出來 嗯 好吧 大家把它玩壞了 把它刪掉 OK 那我再重新 重新把資料載進來一次 OK 好 那像這樣子全部刪掉之後 你應該就注意到 它沒有資料了 然後我再加進去 它就會從頭開始 那這裡的話 比如說 嗯 加進去的時候你會注意到 它是從中間擴散出來的 然後移除的時候 它是從外面縮小放進去回去 所以第二件事 我們要來做這個動畫 然後第三個是那個 色塊 點色塊跳的問題 就是 因為當我們當色塊放在下面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 拿它來拖曳的時候 可能就會出現一些狀況 然後第四個可能是 我們要加上一些編輯的功能 加上刪除的那個垃圾桶 然後解決多行文字的時候 越打到越小的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加入多行的文字 然後還有最後就是 連結Finderbase 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在什麼情況下面 把資料推出去更新 才不會造成太大的loading 然後大概就是 今天的內容 我就不抓太長 但就是有趣啦 如果有問題 就可以再隨時問 對 到底是誰在狂按那個便利貼 出來自首 我們這一次便利貼 大家可以一遍玩啦 就是 你會看到螢幕上的出現 應該還蠻有成就感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在便利貼 也就是我們fork來的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 確認一下這是fork 好 fork出來的這個案例啊 我們先做 點擊這個 這個會跳開的這個的修正 那為什麼點擊會跳開 也就是 裡面的這個文字 接收到了 點下去的動作 所以呢 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 利用CSS告訴他說 我這個文字不要接收點擊的動作 那這個CSS就叫做 PointerEvents 所以你看到在Post-its裡面 就是這張便利貼 裡面的text 好像這個text不要接收點擊的事件 所以呢 在Post-its裡面的 我看一下有沒有 文字 好沒有 那就點text 我們在sars裡面指定說 它的PointerEvents 是none 那這個好玩啊 這個就是你只要指定它是none之後呢 它基本上它就不會觸發任何的 就點選這個事件 所以這我常 我自己就常用在說 比如說我有 滿版的一個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這邊要造一個 紅色的滿版的東西 但是我不希望它擋到滑鼠的事件的時候 就蠻方便的 或是比如說 大家常會看到說 有一些網站它是 等一下喔 為什麼還有聲音 好 就有一些網站它會是 點擊右上角的那個漢堡選單之後 冒出滿版的那個選單 那隱藏的時候 那個滿版選單要怎麼辦呢 其實就把透明度設成0 然後呢 再加上PointerEvents 是none 對 欸 剛剛跑去哪 這裡 再加上PointerEvents是none 它就不會接收到事件 也就不會擋到你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做這種用途的時候滿方便 下次可以記錄IP 就是 有啊 Firebase它可以記錄 每個人 就是你可以設定它 要用Google帳號登入 然後才能夠修改資料 所以下次 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玩這一塊 好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解決了 文字會跳的問題 所以不管拖曳哪裡 它其實都還滿順暢的 好 那我們就打個勾勾 我們現在變成列點 試著解決 這樣 邀請大家用HackMD 非常好用的HackMD 好 那接下來是加第二個 我希望它在進去跟出來的時候 都能夠有放大跟縮小的動畫 那其實你去注意到 放大跟縮小它是相反的一件事情 所以 加進去的時候它是放大 出來的時候它是縮小 欸不要亂拖我的便利貼 這 出來說它是縮小 所以呢 它等於說在進來前跟出去後 它都是同一個小小的狀態的中間 那只有在進來之 就進來中 呈現在畫面上的時候 它是正常的大小 所以如果說你對CSS有概念 其實我們可以用Scale 也就是我們去改變它的比例 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要怎麼控制它在進來跟出去的時候做呢 那這邊我們就要用到一個叫做TransitionGroup 那TransitionGroup 它是它能夠幫助你把在View上面做過場 有點像過場的動畫 那它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針對單一個元素的 另一種是針對多個 也就是你用V4跑出來的元素 那這一次我們要用V4跑出來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張便利貼 好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要在上面 也就是所有的便利貼裡面 外面再包一層叫做TransitionGroup 那這邊呢你要告訴它說 你現在要套用動畫的名字是什麼 我們這邊Name我們先給個Fade 因為它官方的範例是Fade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把所有的V4的便利貼推進去 好那這樣子會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TransitionGroup它本身是 它必須要是一個標籤 也就是它可能要是一個UL 是一個DIV這種感覺 所以呢它融在你的結構裡面 所以你看你要把這個TransitionGroup套到這個APP 還是把比如說這個TransitionGroup也放滿版 那它就可以再放進來 那現在你沒有看到它就是因為 它因為上面這一層而跑掉了 好那所以在上一個的時候 我其實是把每一個便利貼當作一個LI 也就是清單裡面的項目 然後呢這一個便利貼的群組 整個動畫的群組本身 我是給它Tag的UL 所以你可以想像的是 雖然我們說這個是動畫群組 但是它實際上啊 在畫面在那個HML裡面 它呈現出來的是UL UL 好那現在為什麼它沒有跑出來 就還蠻納悶的 看一下喔 那TransitionGroup它跑出來是UL嘛 那它還有一個特性是 它在裡面的東西一定都 每個都要有名字 因為它才知道你要怎麼樣 你要控制哪一個特定的原件的動畫嘛 所以呢記得要在裡面V4之外呢 還要再加上冒號KEY 加上一個KEY值 然後那我們給它一個 就是只要每一張便利貼都不一樣的資料值就可以了 那這邊我們給它PID 也就是抓出來的那個 它是第幾張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幫每一張便利貼 建立一個 算是自己獨一無二的ID了 那這樣子獨一無二的ID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然後就可以結合動畫來做實驗 所以進來的時候跟出去的時候 你會講說 都沒有效果啊 那是因為它在進來跟出去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套上一個叫做 VEnterActive 跟VEnterLeaveActive的Class 那這樣子加上Class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看 我可以在這個CSS的Class上面 加上某些變化 比如說透明度從0到1這樣子的感覺 那我們可以先扣一下官方的範例 它是用Fade 這個 它希望在進來的時候跟出去的時候 它變化 也就是它那個動畫的持續時間 都是0.5秒 然後進來前 FadeEnter跟出去後 它都會回到透明度為0的狀態 我們先試一下這一行有沒有作用 所以我們把它放進來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最下面 我希望放在最下面 因為它才可以有機會蓋掉所有的屬性 所以我們就把 因為是SARS嘛 所以我們就把多餘的那個括號拿掉 好 那括號拿掉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進來跟出去有沒有 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欸我現在按進來的時候 它真的是 漸變進來了欸 那你就可以想像 它其實是一個透明度 在進來前是0 然後進來後是1 出去前 出去前 也就是我希望它離開後 它又變成0 所以一個010的狀態 那我是不是只要改變那個 原初始的0的那個尺寸大小 我就可以讓它是從小 慢慢擴張到大 所以呢 我們現在達成第一件事是Fading 然後把它刪掉的時候它會飛到 可是現在沒有刪掉的按鍵 所以沒關係 我們可以重整 因為這還沒有連資料 那我們在剛剛的這一個 也就是在進去前跟出來後的狀態 我們加上一個Transform 給它Scale 是0.1就好 其實它就蠻小的啦 Scale是0.1 那我們按一下 新增便利貼 好好像沒有反應 那我們來看一下問題出在哪裡 那在上一個 這一個就是我自己寫的範例的話 我其實是加在就是這裡 它沒有反應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Transition 也就是持續時間這件事情 我們只告訴它說 透明度變化0.5秒 那其他預設的時間的變化也就是0秒 那完全就馬上變完了 所以你也看不出來 所以為了這裡方便其實我們可以把 所有東西都改成0.5秒 好那改成0.5秒之後 你可以發現按下去它就從中間冒出來了 然後按下去 按下去 好 那現在我們沒有辦法驗證刪掉這件事情 所以 先 事不宜遲我們先來寫個刪掉好了 那刪掉的話其實跟加進來的原理有點像 那它就是在右邊可能再加一個減號的按鈕 所以我們先把按鈕加進來 就是在文字 我們加在這個color list 顏色的右邊好了 加一個點 btn 刪除 好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按下按鈕 那加入一個刪除按鈕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 下邊有用嘛 那每一項都有自己的刪除按鈕 我只要針對說我按下去的時候 你只要刪掉我當下這個ID的便利貼就可以了 所以因為它是正列所以很方便 我們就直接指定說它從哪一個位置 比如說它是第三張 我們就從第三張切掉一張 那就剛好是第三張了嘛 所以 這邊 當click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呢 我希望 Post-its 我希望所有的便利貼去Splice 切掉特定的部分 從哪張開始切呢 從PID開始切 然後切掉一張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完成刪除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刪除 然後新增 刪除 新增 刪除 它就會是很順暢的動畫 那也因為 在view裡面大部分做切換或是在跳轉的時候 它元素是崩的產生出來 或是直接被拿掉的 那transition它的用途就是 在中間加上一層緩衝層 加上這個class 然後跑完你指定的動畫 它才消失 看起來就會是連續的 那我們就完成了第二個部分 所以這邊我們就 就加一個 完成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如果有問題就可以隨時問 就是第三個就是解決暗色塊跳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自己就是希望不要把色塊放在右邊嘛 因為這樣可能會壞顏色 就是你這樣點右邊誰知道你在點哪一張 所以呢我自己想要把它放在右下角這個地方 但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想要放在右下角其實蠻單純的 就是把色塊這些元素一樣也放在這一堆的便利貼裡面嘛 所以當渲染出來它就自動幫我複製 但是呢如果說我這邊把它扣過來 我們先把它放隨便放在LI裡面就好了 因為LI是一張便利貼 這個便利貼在這一層裡面 好放進來之後呢你會發現 欸它跑進去了 因為它現在是跟著排列的元素 所以它就影響到便利貼裡面的排版 那我們希望它絕對定位 我們希望它在哪裡 在下方這個位置 希望它在 我大家玩得很開心 好 希望它在下面這個位置 然後滑鼠移進去的時候它才會出現 所以呢我們這邊就要用到絕對定位 我希望它離下面是一個負的距離 它才會跑出去 所以呢這邊的Colorlist 尤其是在我們的便利貼裡面的 我們去針對Colorlist 告訴它說它是絕對定位 然後呢針對哪裡做定位 你可以看到改了絕對定位 它就不參與元素的排列了 我們針對Button 給它附的60px左右 所以它就往下跑 那往下跑就是因為它離下面距離是負的 那現在它看起來 你可以看到欸 雖然點下去可以換顏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它會有跳轉跳的動作 那你可能覺得很熟悉 因為剛剛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解決這個文字跳的動作 但是我們不能對它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如果說我們點不到它 我們就沒有辦法用它來換顏色了 所以勢必我們要做一些改變式 我們要去判斷說我們現在點下去的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這個本體還是它只是下面的控制項 那控制項的話我就不要做調整 就不要指定它正在脫移了 所以呢在這邊的話我們去指定 我們再就是點下去那個動作 就我們之前的做法是這樣子 我們點下去的時候 我們設定現在正在脫移的這張ID是0 所以當現在有正在脫移的這個物件的時候 滑鼠移動我們就馬上把它更新上去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如果我們不要它參與這件事情 我們就直接判斷當它被點的時候不要執行這件 不要設定現在這張的便利貼 所以我們再點下去也就是select id這個地方 那呼叫它的應該是 看一下我們可以把evt 也就是點擊的這個event列印出來 那我們按change view debug 那我自己按出來比較快啦 因為call pen它常會擋比較長的那種console log 然後有些就會看不太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點擊這個有mouse event 點擊這個也有mouse event 而且它會跳 那兩個差在哪裡 兩個就差在一個的source element 一個的觸發的事件是這個posit 那另一個也就是我們點在色塊的時候 它觸發的是這個block 那我們是不是只要判斷說 我現在觸發這個元件有沒有特定的class就好了 所以呢我的判斷做法是這樣子 我去判斷說如果 一個如果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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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如果 這個 我去判斷說 比如說它有沒有包含特定的 比如說.contents 如果它包含了block 就是我們現在在裡面的這個色塊的話呢 我們就不要它去做設定 所以這邊我們把它刮起來 然後只有在符合條件的時候 才去做設定 設定當下這張便利貼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讓它就是 如果有block就不要設定 所以前面記得要再加一個 就是驚嘆號 所以在不是block的情況下 我們才會設定 那如果 其他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讓現在的ID一樣是-1 也就是沒有選取的狀態 OK 快破百了 最近好像都差不多 這個時間大概是八 七八十個人吧 不過我在想什麼題目會比較有趣 接下來題目大家就去課程裡面看吧 不然我快要 每次我都在想 這個直播題目不能跟課程相衝 然後也不能太複雜 因為只有一個小時 然後隔太多堂講 大概就有進入了障礙 所以我們剛剛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我們去判斷 點下去這個東西有沒有特定的class 才設定現在這張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你可以把它列印出來 console.log click block 那下面console部分就可以看到 當我點這裡的時候它是正常的 有開始拖曳 但當我點這邊的時候它就會變成click block 好那我們就解決了色塊 它會影響到跳轉這件事情 它就可以正常的點了 那可能我們就在做一些小小的修正 比如說這個刪除有沒有用 欸這刪除有用 那刪除的話我們也要做一樣的修正 因為點刪除它也會跳 所以呢這邊我們再加上另一行 所以我們這邊加上 我們把它誇起來 在什麼情況下不要呢 在它是色塊的情況下不要 還有另一個 另一個是在它是button 也就是它是可以點按的狀況下不要 所以這邊end 然後這邊我們就抓 我看一下這邊怎麼抓比較好 我們可以給它一樣加個class好了 這樣比較不容易搞混 所以一樣我們這邊加一個btn 然後呢我們在裡面所有的控制項都加上btn 所以這邊點btn 好那這樣我們按刪除的時候 它就也不會影響到拖曳了 等一下等它重新整理一下 刪除 欸它還是好像還是有一點 看一下喔 所以它是 這邊啦 只要它符合其中一個條件的時候就不要 所以呢這邊 我們讓它重新編譯一下之後呢 等它一下好 按刪除 欸奇怪了看一下 對 然後通常遇到這種比較常的判斷是 建議還是分個變數啦 不然蠻容易亂的 所以let 我們就直接定義說 欸有一個變數代表說 是 block 它是block的話 等於 那就是content 它包含了這個block的class 那接下來就是另一個是 我們要判斷的是btn嘛 所以如果是 如果是按鈕的話 我們也讓它去判斷 包含了btn這個class 那我們判斷不要拖曳的條件就會是 只要不是 欸不是block 而且 不是 按鈕 這樣子應該就比較清楚一點了 不然它一坨在那裡 大家也看不太懂 好 就寫完兩個禮拜回來 你就自己會忘記了 現在有點慢 好 刪除 欸還是怪怪的捏 看一下喔 重新整理 把它拖到這 刪除 欸 好像有一些是正常的 看一下喔 我們先看一下點刪除一下 欸有啦正常了正常了 好像就會有一張是怪的 沒關係 我們大家再處理這個問題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處理掉了就是 我們把控制列放在下面 然後也把那個 滑鼠的事件註銷掉 那你可能就可以再排一下這個 就是讓 color list 裡面的block 彼此有一點距離 所以這邊我們給它margin right是10px 好 它就會分散開來 這樣比較好看 好 那按刪除它會刪除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進行下一個步驟 我們先把它打勾 所以色塊點按的問題 基本上是ok了 如果等一下出現奇怪問題 我們再來找問題在哪 那接下來是那個 垃圾桶有了嘛 那比的話 其實我是想到一個問題是 你永遠都要右邊編輯這樣也不太方便 所以我們現在做一個簡單的編輯 那我們就讓它跳出一個提示框話問你說 你要改成什麼內容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呢在這裡的文字 我們可以再多一個按鈕 然後它寫的是 這邊我們讓它是編輯文字 然後點下去的時候 我們去把它包成一個方法 也這樣比較好管理 我們就告訴它這個叫做 setText 那我們就可以在view裡面定義這個方法 那定義方法的時候我們把它放在 欸為什麼它會跑上去 等一下我們再弄 好 看一下喔 定義方法我們放在methods裡面 那如果你自己用corpan看起來 因為它其實真的比較 亂一點啦 這個這一次的程式比較多 你可以把它這個縮起來 我自己在做的時候比較方便 所以呢我們叫它setText 然後我們去 跑出一個提示框框 問它說要換成什麼內容 所以let 然後這邊我讓它text會等於prompt 是prompt嗎我記得 看一下喔 然後這邊我們先實驗一下test好了 看它按下去有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編輯好 它就會冒出一個test的樣點 那前面第一個就是提示的文字 那這邊我們打是請輸入新的文字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在那個default值的地方 我們給它現在這張的內容嘛 因為我們編輯如果你按取消 或是你按確定的話 我們這邊其實是原本那張的內容 會比較人性化 所以呢在setText的時候 我們同時也讓它傳入它的ID 我們就可以檢查它到底是哪一張 還有它現在內容是什麼 所以pid 然後這邊的文字 當我按下編輯的時候 我也把pid傳進來 那pid就是每次抓出來的那個ID 好那id抓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 this.post-its 我們把所有的便利貼的ID章的文字 當成預設值 所以呢 這樣子存檔之後我們按編輯 就可以看到它出來的文字 你如果沒有更改的話 預設是都市更新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我們已經改完文字的部分了嘛 那它為什麼換好了 那它可能就是被擠下去了而已啦 所以不用擔心它 那我們這邊 我自己是用Fontasm 就是一套 超常用裡面的Fontasm 就是專門在做 專門Icon CSS字體的 所以它每一個Icon 其實都是類似字體的形式 那你就可以去引它的CDN 所以我們找Fontasm CDN 你也可以直接在CodePen裡面 settings的CSS打Fontasm 然後就可以引到它的CDN了 那按存檔之後呢 我們希望把編輯跟刪除 這兩個硬邦邦的按鈕都換掉 所以我們Button這個标籤拿掉 那裡面我們就塞一個是編輯 我們就用鉛筆好了 所以這邊的Fontasm 我們去找Pencil 那你可以看到有個Pencil 它其實就是 用加上Class的語法 讓它這個就變成圖示 我覺得蠻可愛的 所以呢 這邊我們給它加上I I是圖示的意思 Icon 就是Icon 對 那我們給它加上一個FAPencil的Class 那它就會是Fontasm裡面的鉛筆 那現在沒有載進來 可能是因為我看一下喔 有時候會是它CDN的問題啦 那我就引同一個CDN好了 欸它是4.7 Pencil 我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嗯?它也是沒有跑進來 好 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刪除的部分我們加上Trash 就是它有另一個Icon是Trash 我們叫搜尋垃圾桶 就會找到Trash這個垃圾桶 那我們就把它用進來 那你可以用Trash-O 它看起來是線條 在深色的底上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們給它Trash-O 是我打錯還是它沒有進來啊 好像是沒有進來的樣子 蠻奇怪的 我看一下喔 那舊的這邊案例我是寫 應該一樣也是寫I.FA Pencil 對啊 看起來是沒有錯 那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如果把它放在外面的話 放在外面 看不到它 好 沒關係 那就是這邊我們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奇怪 今天Core Pen有點怪怪的 我們再看一下有沒有 好吧 那現在它沒有進來 所以我們先不要理它 反正功能是OK的啦 我們如果說你現在看不到 那個圖標是什麼 我們只好先加上一個編輯 然後下面是 刪除 好大喔天啊 那我們就直接 加上一個 就直接放btn 就編輯這樣子就好 然後刪除 它就會去存文字 然後這個存文字 我們先把它還原成按鈕 那還原成按鈕之後 因為它現在還是掉下去了嘛 所以掉下去我們就用Flexbox Flexbox讓它就是強制排在同一行裡面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把 針對Color List 我們讓它的方向是橫的 所以Display是Flex 然後這邊的Flex Direction 也就是我希望它排的方向 是Role 也就是橫向的排列 那它就會強制的塞在同一行裡面 有時候這樣子蠻方便的 所以按編輯的時候 它會跳出文字 然後當我編輯完的時候 欸它沒有更新 那沒有更新的原因是因為 我只冒出了提示框框 但是它結束後 我沒有把它塞回去 所以我們一樣找到 setText裡面 把它合起來 在setText這邊呢 我們讓它 text是回傳回來 也就是使用者輸入的文字 我讓它 if text存在 也就是我有輸入文字的話呢 我就讓它設定 這一張便利貼的text 會等於我現在輸入的這個text 好 所以現在頂級編輯 然後後面加個123 它就會變成123 那你就不用永遠都在右邊這樣編輯 那蠻方便的 然後可以刪除 刪除 刪除 對它有一張便利貼會怪怪的 不知道這份檔案可能有哪裡 哪裡有小bug這樣子 好 然後現在點擊下面的文字也都可以換顏色 那我們就可以進到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 串上Firebase了 那串上Firebase其實很 我覺得反而是比較容易的部分啦 所以我們這邊先把它標註起來 是完成的狀態 可能有小bug我們再說吧 好 那接下來就是 串Firebase Firebase的資料權限 也就是 你在初始化Firebase的時候 你需要建一個 類似 網站資料的部分 你搜尋Firebase.google.com 那你就可以在控制台裡面 新增一個你自己的專案 所以前往控制台裡面 我就已經先開了一些 預設的專案了 那我們 我就用之前的 就是動畫課程的這個專案來做 那它的Database是即時的 也就是 它裡面只要有任何變動 它就會把新的變動 傳到前端 任何在瀏覽的網頁上面 那前端變動也會即時的同步回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特性是很適合拿來做遊戲的 好 那接下來呢 記得如果你自己用Database的時候 你要讓它 就是 也是任何人都可以編輯 先不做全新 驗證的話 你要在規則裡面 讓它 AUTH等於等於NOR 它原本應該是不等於NOR 那你要讓它改成等一等於 所以它才能在沒有驗證的情況下 更動你裡面的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我需要新增一個變數來存我所有的便利貼 我不能存在根目錄 這有點可怕 所以呢 我們在下面新增一個 叫做Post-its2好了 然後這邊值你可以先隨便給一個 你不給的話它會不見 所以呢 Post-it2 我們把所有的便利貼都塞在裡面 那你可以問說 欸我奇怪我的那個 資料格式應該是一個陣列或一個物件 你怎麼會出一個字串呢 那它蠻聰明的 當你只要push 有一點像array 就是你把一個陣列 推一個東西進去的時候 它就自動認為 喔它可能是一個陣列 或是它一個物件 它就把你原本的這個default值拿掉了 所以呢這邊我們用Post-it2 那接下來怎麼樣把它引入網頁呢 那如果這邊我們就直接 overview裡面有個 加入網頁應用程式 它就告訴你怎麼樣的設定 你可以啟用Firebase 那這個地方我們把上面的js檔案 也引入進來 嘿 好 所以settings裡面的javascript 讓它放在裡面 欸我們我們code 喔對有code 好 我們把它放在下面 OK 所以我們就有它相關的函式庫了 那接下來就是初始化它 那初始化的部分呢 我滑鼠已經沾到水 初始化的部分 我們把這些基礎的設定 它其實都幫你設定好了 好事情很棒 你就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最上面 通常是 希望放在上面啦 這樣可能會比較容易看到它 好現在你就有一堆 就是這個database的設定 然後它也幫你把這個Firebase啟用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去把資料抓出來呢 我們現在做一個東西好了 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 它能夠把遠端這個資料庫裡面的東西呈現出來 也就是 當初始化網頁載進來的時候 它要把所有的資料載進來 所以呢在這邊我們回到database 先去手動的新增一張便利貼 那我們看一下便利貼的結構 便利貼的結構 大概就是這樣 Text Color 然後Position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裡 我們希望建一個Postsit裡面的 希望新增一個物件 好等一下這有點麻煩 看一下喔 那我們先把它刪掉 然後新增Postsit2 然後裡面這個值我們就再按新增 它就變成一層物件 然後這邊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我們叫test好了 然後裡面再新增一層物件 因為有很多層 Text是測試文字 然後接下來裡面 這個裡面我們再新增另一個是Color 它是黃色的 然後最後再新增它的位置 那我們找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比如說我們讓它左上角點00好了 所以就新增一個 R 等一下 把它展開 好這邊我們再新增裡面的Position Pos 然後給它兩個值 一個是X 一個是Y 它記得要按對層 它這樣有 其實編輯器我覺得蠻不認識 已經很人性化了 但是 剛開始操作的時候很容易按錯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一張手動的便利貼可以用 那這個手動的便利貼我們要把它放進去 所以呢 我們讓它載入所有的資料 載入所有的資料 你可以去看它的 它很多文件 你可以看Database裡面的開始使用 它就告訴你怎麼樣基礎 我看一下喔 有一個說明 即時資料庫說明 然後 欸這邊好像不是最好看的部分 應該是 Fairbase的 你直接查Fairbase比較快 Fairbase 然後Database 然後 教學 那它就會冒出 我記得是會冒出官方的文件 奇怪了沒有 沒有官方文件 然後文件說明 奇怪 它這次沒有找到它在哪裡 好 如果有找到我等一下再補充在那個下方 那首先我們要先把所有的 就是 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這個Post Tool 也就是從我的便利貼的地方抓出來 所以呢 我要先初始化 也就是在我初始化完Fairbase之後 我要先找到這個資料到底在哪裡 所以VR一個 VR Post-it 的REF reference 會等於Fairbase 我們去 我們去 啟用它的Database 然後我們去找什麼呢 去找REF 我們去找裡面的Post-it REF 有一點像找標籤的意思啦 所以這樣子 我們去找 欸我們剛建立的是2嘛 所以這樣子它就建立一個連結 然後連向我們剛剛所建立的那一串 那一串資料了 那接下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欸我要告訴這個網頁說 如果這個資料有變動 麻煩幫我把所有東西都載進來 所以呢 那個Post-its-to 欸就是我們剛建的這個連結 欸就是我們剛建的這個連結 我們讓它點 我們讓它點 on-value 我們去監測說 如果它有 資料變動的時候 那就執行特定的 那就執行特定的 所以Function 那你可以用 ES-6的語法 也就是 這邊是引述 引述我們給它一個 snapshot 它會傳當下的那個資料庫狀態給你 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讓它去執行 我現在接收到了回來的資料了 那我們去讓所有VM裡面的便利貼門 都等於snapshot 點VL 我去把它直抓出來 所以剛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先定義一個連結 連向這個資料庫的Post-it-to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筆資料 現在我覺得我在監看了 那接下來就是在database裡面 我們讓它on-value 也就是這個連結裡面的東西 只要一旦變動的話 你就把它的snapshot 當下的狀態抓回來 然後去抓它的數值 指定給我所有的便利貼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成功了 我的右邊出現了一張 在00位置是測試文字的便利貼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把資料載進來 那接下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要把資料送回去 所以 其實我們有幾件事情要做啦 就是第一個是新增push 多一張資料 然後第二個是修改脫衣中 修改換顏色 換紋子都要做同步 那我會建議就是 不要一次把所有的便利貼 都同步上去 會很可怕 因為你會出現像 我們在做圈圈XX那一次的時候 所有每個人資料 蓋來蓋去的狀況 所以你在操作哪一張 更新哪一張就好 所以這邊先處理 就是新增push 我們希望按新增的時候 它不是新增到我們本地端的這個VM 而是新增到遠端 也就是新增到Google的Firebase上面 那也因為我們有建立這個snapshot 它只要一更新紙 它就幫我同步下來 所以它就會自動新增一張在畫面上 那我們就等於說 只把頁面當作一個呈現的中繼的工具而已 而不直接在上面動資料了 好這樣講講可能有點抽象 但是有問題都可以隨時問 我們這次應該可以差不多在11點就準時講完啦 那就是我們在addPostits這邊 我們反而就不是要在this 也就是不要在本地的這一張這個網頁上面推資料 而是呢我們在剛剛所建立的那個PostitsREF 那個資料連結上面推比性的資料 所以PostitsREF 好 所以現在它剛開始進來自換成那個第一筆資料嘛 那我現在按下去的時候 欸沒有跑出來 按按按按按按按 那我們看一下問題在哪 他可能是沒有找到 先用Debug Mode 然後按右鍵檢查 那Console這裡 第一張有進來嗎 按下去 他說沒有定義 那沒有定義我可能答錯字了 對我多了一個i 那接下來我們再重按一次 新增 新增 那這時候如果你有成功 你就可以想像在右邊 也應該要冒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我們已經做到第一件事情即時同步了 你可以看 如果你覺得有趣的話 你可以把Firebase放在右邊 然後呢你的資料在左邊 那你就可以看到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右邊會即時多出一筆 欸欸欸喔這裡這個是 這還沒充整 好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 右邊就會多出一筆資料 多出一筆資料 多出一筆資料 那這邊就是我們剛剛推進去的那個內容 那所以它的路線是 按下去 它先推一筆到遠端這裡 那也因為我們有掛一個資料 今天看的東西 所以它一旦有變動就會同步回來 好接下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希望啊它變顏色啊變字的時候 誰在亂按 等一下 欸不要亂按我 不要亂按不要亂按 乖乖乖 我們現在還沒有還沒有 我還需要它DEMO 對它好一點 好 所以呢這裡我們看一下 下次我覺得要做授權驗證 真的是 這叫做破窗效應 就是大家開始亂玩之後就開始亂玩 那接下來我們所以處理完了加入這件事情嘛 那接下來就是 處理拖曳中 那拖曳中這裡其實比較麻煩啦 那有加入 我們先把修 就刪除這件事情做完 刪除的時候我們原本是刪掉本地端的資料 但你會發現 它現在ID啊 它裡面的ID都會變成 欸唷 不去哪了 這裡 好 它現在每一筆資料的ID不是數字 不是1234 而是會變成這一筆隨機的字串 所以就有點麻煩 那這個麻煩的點是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用刪除 就我們直接在遠端刪掉這筆資料 來達成刪除的目的 而不是說像剛剛的 從第三個位置切掉一個這個方式了 所以呢這邊的話我們要怎麼做呢 看一下 這邊的話我們一樣 在刪除的時候呼叫的事件是那個 我們原本只有一個Splice嘛 這裡刪除 那我們就不要在這裡做 所以我們加一個方法叫做 Delete PostIt 那我們就在下面的view 也定義這個相同的方法 所以Delete PostIt 然後我們要告訴它現在的ID是什麼 那你就記得也要把那個ID傳進來給它 它才知道要刪哪一個 不會亂刪一通 好 那ID傳進來之後呢 我們一樣 我們需要針對剛剛的那個資料連結做刪除嘛 所以你可以查一下就是 Firebase 然後 Ref Delete 那你就可以看到 Read&Write 欸我終於找到它官方的文件了 對這裡 就是這裡就是剛剛所說的 寫資料進來的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KZ 我再把它貼過去 好這邊 這邊就是那個 就是資料文 就是資料的那個說明的部分 但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刪除 所以刪除的話 我記得之前 我有找過啦 我看 再再找一次 Firebase RefDeleteNode 我們希望能夠刪除掉上面特定的節點 也就是每一個那個便利貼的節點 欸所以在同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應該有一個 remove 我記得有一個remove 有 deleteData 所以我們只要抓住那個節點 然後 執行remove這個function 它就會把那個 遠端的資料刪掉 那我們就來這邊做這件事情 deletePosit的時候 我們去抓 那個 我們剛剛所見的那個 Ref 這個 PositRef 然後呢 我們去抓它的child 它的指節點 因為我們現在是很多張便利貼塞在下面 我們要抓哪一張呢 抓PID 它的ID就是剛剛那一串亂碼 都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接下來就 tool叫remove 把它刪掉 那我們按刪除 刪除 刪除 那你就可以看到遠端的也不見了 那你覺得有 就是 如果說你右邊也開著那個 資料庫的話 你可以發現你每次按刪除的時候 它的資料就會被刪掉 這裡 所以刪除 這邊它就顯示紅色 然後消失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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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這邊我們就完成了 刪除的部分 那接下來比較重點了 比較重點就是 我要同步我的文字 同步我的顏色 然後同步我的 還有什麼要同步的 同步我的顏色 文字跟滑鼠位置 那經過剛剛的那個 剛剛的那個歷程 其實大家應該就知道原理是什麼了 我只要決定我在什麼 關鍵點的時候 送資料 更新那一筆 那個 這個便利貼就行了 所以呢 在這裡的話 我們讓它 在滑鼠移動的時候 能夠把它的位置送出去 那這件事情我們要去判斷 所以呢 watch 就是我們 只要 在滑鼠移動的時候 我們就把那一張 當下的東西送出去 那我們就 砍銷 這邊是判斷 如果現在有 有正在移動的這個便利貼 那我們就讓它 剛剛的這個ref 一樣我們去抓它的child 去抓遠端的那張便利貼 點child 然後 點child的話 我們一樣去抓這一張的 list.nowid 就可以抓到遠端的同一張 然後我們去讓它 set 更新 那我們讓它更新成什麼呢 更新成我們剛 本地端更新的這一份 所以上一次我們其實就是做 如果有這張正在推的便利貼 我們就讓它 更新它的滑鼠 更新它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除了更新它的位置 我也要更新遠方那筆資料的位置 所以在移動的時候 理論上 理論上你可以看到 那個資料庫的東西也會跟著動 天啊 我覺得講這個 就感覺有點 我覺得蠻好玩的 但就是很容易 很像繞口令 因為它用的那個指令都差不多 好 所以這邊是遠方的資料 然後呢 左邊是便利貼 然後我們在移動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x跟y也是 即時的移動的 那它通步速度很快 我覺得它也是用socket的原理 所以它其實是在 兩方建立連線 而不是說 用get或post 這種請求的方式做 那就會 非常的快速的 即時的更新 那 記得剛剛有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有做那個 資料監看嘛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開 其他的網頁 你現在有開兩份網頁的話 你現在拖曳 兩邊都會同時的做動作 這其實就有點像那個 以前的那種 slither.io的那個蛇 或是arger.io那種 同步的線上遊戲的原理 所以你就可以即時的看到 大家在玩那個便利貼了 然後接下來最後兩個 我們就完成最後兩個 特色 我們就可以結束這一次的直播 那這一次 剩下兩個就是在更新文字的時候 跟更新色塊的時候 也要更新嘛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在位置跟那個更新 所以呢最後就是在 有一個是 我們剛剛有一個更新顏色 跟更新文字 setX他已經有這個 不要再按了 不要再虐待他了 等一下 讓我 讓我好好把他講完 好 所以 setX這邊我們 我們讓他更新當下這一張 所以其實非常的簡單 也就是跟剛剛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就在更新文字之後呢 動態的推出去 我們一樣去抓現在的這一張 那剛剛引出來的是PID嘛 所以我們去抓ID是PID的 然後去設定他是現在的這個Post 我們現在去抓這個Post 所以等於說我本低端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自己存起來這個便利貼更新完之後呢 我還去更新遠方的 所以我們這邊點兩下 點編輯然後點123確定 然後你再開新的 理論上他就已經把資料推出去了 他就有編輯123了嘛 那因為資料變動的關係 所以你如果是 這裡有變成 這裡有變成 Hello 的話 左邊也會接到資料變動 所以就變成Hello 有這樣好玩嗎 是誰 出來自首 我現在可以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做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就是變動顏色的時候 我也希望他跟著變嘛 那變動顏色的原理其實是這樣 好吧 我們現在有一個 有個無名先生在表演 所以我們就 繼續的 改顏色 那改顏色的部分 我們原本是讓這一張的Post-it的Color 他現在這個顏色會變成我現在點的那個 我文字的顏色的名字 那這件事情我們一樣把它包成一個Function 我們才有辦法在前面加一個 比如說 更新到遠端資料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就是 setColor 然後這邊給他 pid跟color 那color的話 我們是 incolor.name 進來 所以這邊就是他的 比如說red yellow這個名字 然後左邊就是那張便利貼 好 我們就可以在下面的地方 也一樣用setColor這個方法 來更新 所以我們把setX扣下來 然後這邊改成setColor 非常的懶多 不過要加一個 記得加一個colorname 是我們要更新的名字 那這邊我們就不用 輸入框框了嘛 我們就直接把 現在當下這一張的便利貼 它的顏色 跟新陳我現在要的那個新的顏色名字 然後呢 我們這樣就完成了 但好 有點快 所以我們這樣子 紅色 綠色 黃色 那理論上 你在右邊也會看到是 紅色 綠色 黃色了 所以可以發現很有趣的啦 就是因為它真的是 全部資料庫都同步 所以 像這樣子的應用 你就可以延伸在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 寶可夢地圖啊 這近有人拿這個 好像來做過那個 咖啡地圖的樣子 然後Firebase的話 它本身的擴充性非常的好 因為它有點像是 虛擬機的特化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的流量的 處理速度不夠快 你都可以再買上面的 就是運算能力 所以未來應該會被 Google統一啦 真的是很可怕的東西 然後你現在就可以去 改它的顏色 然後拖曳來拖曳去 然後呢 編輯 然後這邊我們就打 呃 恭喜 欸 直播直播 呃 到此 結束 然後按確定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這一次的直播案例 耶 我們 終於有一次在 一個小時之內講完了 所以呢 我覺得這集應該是 就是還蠻有趣的啦 我覺得當做 直播部分的一個收尾 那 接下來我 我應該就是會 閉關一個月去把 各位的 第二堂課程錄出來 那我們就 大概講一下 就我們這一次的那個 主要的目的 呃 我們這一次完整的 過程 我們就解決了文字干擾的問題 然後加入 進來出去的那個scale 然後呢 設定資料庫讓它連起來 然後有人把 做的資料都刪完了 然後呢 去 就是我們去抓準時機 告訴整個資料說 什麼時候要把新的資料推上去 不要再按那麼多的 對 所以記得做這個的時候 也要記得做全線驗證 那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一次的直播就是 呃 我覺得應該是 下禮拜我就會忍住啦 就是不會 不會再丟直播 因為這樣真的有點花時間 那 下之後我就會再準備那個 特效入門的課程 那也希望各位就是 呃 敬請期待 那裡面會有很多數學 很多 我應該也會把Firebase 當成一個大重點 就讓大家可以說一下 即使沒有後台 你也可以自己玩 然後裡面也會講到很多 關於 呃 剩下的比如說view.js的應用啊 viewrouter viewx 在前端做一個完整的網頁 對 然後呢 欸一個月 對剩一個月了 我 有點害怕 所以我 我要趕快錄了 然後就是 我看一下喔 我剛剛要講什麼來著 好吧我老年時代錄 現在就是 有點像小Q吧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留言下面問 然後如果 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 我看一下 應該差不多了 對 Firebase好玩 其實我蠻想用Firebase寫遊戲的 應該會很有趣 就 一個小小便利貼 大家都 就玩得這麼盡興的 這樣 好 OK 好 以後課程喔 以後課程在那個 哈哈 哈哈上面 就可以直接買 你 你也可以在那個 老闆來點coding 我旁邊有放在 放個商店 這好 這還蠻好 蠻方便的 你可以直接就是看一下 就如果 之前那一門是 動畫互動網頁 一些 程式入門 那就是講 CSS JQuery 還有一些Vue.js 不過是舊版的Vue.js 那新版呢 我就是重複 再加入一些 比如說Flexbox 然後再加入 第二版的Vue.js 然後一些前端的工具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Canvas跟特效的繪圖的部分 那其實 最近我覺得 好的課程蠻多的 那我主要就是希望把那個 把重點放在 如何讓網頁 如果用網頁做特效 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我覺得這個點是 比較少人去琢磨的 而且會用到一些數學 用到一些 比較深的技巧 我會希望 挑戰看法的東西 講得很清楚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直播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還有 還有什麼問題嗎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let就是大括號內 的作用範圍 比如說以前我們在寫if的時候 如果你在裡面有 VR一個test 它其實是會偷偷把你提到 外面這個function的這一層 它會把它提到 VR一個test 當然如果說你是用let的話 它的作用範圍就是 大括號跟大括號之間 所以除了那個大括號 那個變數就沒有用了 但它好處就是 它的那個變數 不會污染來污染去 所以你在裡面做一些 暫時的變數的時候 盡量都用let 而不是用var 好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有緣的話 下下下下 等我課程上去 第一波的那個禮拜再見 那如果中間有趣 我應該會 就錄一些小的教學啊 或五分鐘十分鐘那種 有趣的分享跟大家 就是來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